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修建老將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修建老將 修建老將其實是格鬥系面超強的寶可夢 他是跟怪力同等級的實力 不過因為他本身是沒有十字P 所以在出招的速度上是會比怪力來得慢上許多 所以如果我們把他擺在第一隻的話 在遇到巨鑼怪出招數比較快的情況下 會因為他的江湖水砲出招快而輸掉 而怪力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怪力本身雙背風環 整身就有威力了 加上十字P出招又快 所以他在遇到出招快的寶可夢 相對來說還是會比修建老將 值得在第一隻先發 所以丹尼今天配置的陣容是走一個雙格鬥流 我們先把怪力放在第一隻 第二隻則放置修建老將 第三隻的話則可以考慮巨鑼怪或者是自爆磁怪 以防對手換成伯克吉斯或者是快龍的時候 我們的巨鑼怪還是能夠抗衡 所以這個陣容算是一個雙格鬥加一鋼系的組合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一次的對戰結果 今天將會有五場的實戰 那麼就讓我們開打吧 我們雙格鬥就是希望遇到鋼系後一般性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場 我們第一場遇到巨鑼怪算是這邊優勢了 因為我們出招數比他快 所以讓我們的雙背風環打在巨鑼怪身上算是還好 對手直接換角他不忍了 他直接換上廖烏薩這時候換上廖烏薩的話 因為我們沒有配置快龍 這邊廖烏薩就沒有辦法去相抗衡 但是其實怪力在對抗廖烏薩的時候還蠻有一套本事 我們只要在拆他招式的時候 小心不要被他的逆鑼打到就相對安全許多 而且對手完全沒有跟我們眼 他直接用一個流沙地獄來降我們的防禦力 而我們這邊在出招的速度上來說是比他快的啦 雙背鳳環是一定能夠給予這一隻烏烏薩的傷害比起他給我們的傷害來得高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的十字P打到的時候他已經半條了 拿來第二個十字P 如果怪力在守之一到烏烏薩的話其實並不需要急著換角 只要你要小心不要兩個防護罩都被他的流沙地獄給騙到 你相對的就安全許多啦 但是這也是心理戰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對方使用逆鱼的話大概要使用七個流沙地獄 相對的你也可以跟他互相抹一下 十字P一定出招比較快 這是絕對的 然後我們在犧牲個防護罩後拿下他的烏烏薩了 對手這時候直接讓巨星怪再度上來 那我們就同樣的十字P再出來 因為雙背鳳環本身他的威力算是不錯 所以玩家可以稍微算一下血量 如果對方來不及放招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雙背鳳環把它吃下去 就可以在後面角色的時候再續氣量達到一個不錯的水準 好我們這時候在巨星怪上來的時候我們第二個十字P好了 就給他第二個十字P啦 這時候巨星怪大概半血了 欸他防下來了啊 他防下來了 那這時候防護罩相同 而且我們的修建老將要上來了 這時候是沒有辦法讓巨星怪上來的 因為巨星怪上來的話 勢必對手可能會來個片防 在氣氧上比較足夠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打起來比較尷尬 所以只能讓修建老將上來 修建老將這時候上來的話 在沒有使用防護罩的情況下 吃到他地震是殘血啦 是有點尷尬 然後我們這邊看看 到底能不能用雙背鳳環直接傾下他呢 欸可惜 我們竟然威力跟他差不多 直接兩方眼下去這邊 但你有點小失誤了 在最後的話 我們的巨星怪 遇到的卡比獸這邊算是劣勢了 如果我們剛剛在他的修建老將 能夠用爆裂拳傾下他之後 我們至少可以給這隻巨星怪相對的血量 目前的巨星怪看到這一隻卡比獸 就比較危險了 如果對方配置的是地震 他如果在第一個招式騙到我們防護罩的話 我們就會處理得非常困擾 我們來看一下他第一個到底會不會是地震呢 丹尼打在這邊把他防下來 很可惜他這邊是泰山阿滴 完全騙到我們的防護罩了 那如果他再來一個地震 我們這邊就是有點被輾過了 那好吧 那因為對方有防護罩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試捨把它K下去 只能說這一場是有點可惜啦 因為我們前面有把風向給穩穩搭住 欸他是滿力啊 喔是滿力喔 不過滿力應該也是有辦法拿下我們 因為依照他的 蛇舔的傷害量有可能就直接舔下我們這隻超能力氣的巨星怪 來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看起來目前的血量上沒辦法喔 好吧 那再吃一個招式可能就要下場了 很可惜 這一場算是打的有點尷尬 主要在於我們的修建好像剛剛沒出招阿 有點小失誤了 所以有時候人不要太貪心阿 適時的還是要把招式放出來 不然會像丹尼剛剛那樣直接被請下去沒放到招式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的第二場 第二場是巨星怪又對到了這隻怪力 然後這時候對方不像上一場一樣直接換角 他選擇跟我們怪力互相消磨 但是跟怪力互相消磨的話 我們出招速度一定比他快 然後對方是使用到八個子彈拳在觸招阿 所以其實如果是巨星怪對怪力的話 你就只用會心拳就好 不太需要用地震阿 你會心拳的傷害量就是沒有被嗑到 地震也沒有被嗑到 但是會心拳整體來說是效率比較好的 我們這邊十字皮也出來了 對手使用防護罩幫他擋下來 但是如果你是巨星怪的話 是絕對打不定這隻怪力的 因為怪力他的十字皮觸招一定比你快 你不可能想說用會心拳直接把怪力有防護罩的情況下K下去 這不太可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再一個十字皮可以收下他了 那你打算把風向穩穩的拉住阿 所以這時候用防護罩全部把他擋下來了 對方在目前一個防護罩優勢下他的順位上是輸的 所以我們把他獻你的血量當做ATM吧 我們已經擠到岩崩了 看一下對手的第二隻角色會是誰 右上角的屬性圖好像是龍系跟飛行系阿 那就是快龍了 快龍的話我們用一個岩崩 至少對方要防護罩阿 如果他沒防護罩會噴血阿 然後對手直接把他防下來 那這時候他沒有防護罩優勢了 然後我們已經準備好對抗快龍跟波克基斯的巨星怪就可以上來了 巨星怪這時候上來 輕鬆的可以收下這隻快龍 看對手會不會防護罩 欸好像有點LAG喔 他在出招的時候好像有點頓頓的 然後這時候的出招數那麼快應該是龍爪 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就算是流星群或者是暴風 也沒辦法收下我們的巨星怪 只要我們一個彗星群K到他就結束了 好對手沒有適時的進行切角 那直接把彗星群K下去 然後巨星怪穩穩的一拳 欸差一點點差一點沒關係 還是穩穩拉下 來看一下對手最後一隻角色是誰 唉唷這邊是 唉唷是象牙豬阿 然後我們的老匠又出來了 老匠可以輕鬆收掉這隻象牙豬阿 這是沒問題的 雖然象牙豬他的出招數會比我們快阿 但是我們相信老匠坦度是有得撐的 可以看到我們吃到一個雪崩的傷害量 應該是不至於死掉阿 而且還是黃血阿 不錯阿 然後這邊一個暴力拳就收工了 算是不錯阿 象牙豬確實蠻強的阿 象牙豬當你認為比起河馬獸來說 象牙豬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象牙豬他細血 之前在傷害量上升了 而且他出招的 續能的速度比較快 讓他的超強的雪崩一定可以出招比較快 然後我們第三場來看一下 第三場的話 自暴石怪這邊是絕對優勢阿 好對手直接換角 他換上的是暴力龍 欸暴力龍嗎 欸當然這邊換錯了 而且對手都配置攀鋪阿 而且對手都配置攀鋪阿 這一套陣容的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暴力龍 因為暴力龍可以看到我們的老匠 怪力跟巨金怪都是會被這隻暴力龍克制到的 除非你的怪力或是老匠有使用到岩石系攻擊 打到他才有辦法 而相對的丹尼在這次的切角式認為他是快龍 所以立馬切換成巨金怪 所以我殊不知他竟然是攀鋪的暴力龍 這邊很尷尬 所以這邊有點被自己自己打成了一個劣勢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每一套陣容一定都會有他的缺陷 如果以這一套陣容來講的話就是對抗暴力龍會比較尷尬 因為手之如果看到暴力龍的話 我們的怪力跟修建老將只能靠著岩石系招式去對抗 但是這兩招的序能又比較長一點 所以打起來就會很痛苦 巨金怪是很難打贏暴力龍的 所以如果玩家想要打暴力龍的話 當然你會建議把巨金怪換成自爆磁怪的話會比較穩定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在對抗快龍的話 自爆磁怪如果被瘋狂伏特降防之後有時候會被他反殺 所以並沒有像巨金怪這麼穩定 所以就看玩家想要克制誰了 然後我們的巨金怪下場之後先讓修建老將上來 因為修建老將的彈度比怪力強 所以丹妮認為直接扛下他的水流位吧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用雙背鋒玩稍微的蓄一下氣了 然後看一下對手會換上誰上來 好對手會換誰呢 那換上來就是 喔是廖露莎 廖露莎的話 我們這邊先用一個爆裂拳吧 然後放完之後讓怪力上來 因為怪力的出招速度還是比這隻修建老將來得快 唉唷對手沒檔啊 他這邊有點大失誤了 他這邊沒檔的話 我們怪力上還是有相對的優勢許多 然後大家也認為他這邊可能會用逆領 先稍微防護罩一下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用雙背鋒玩 應該有辦法直接K下他 好這之前是流沙地獄啊 既然是流沙地獄 那我們稍微續一下氣好了 好我們放十字P 結果對手出招這麼快啊 應該不會是逆領了 這時候應該還是流沙地獄 他在死前想要再放一次 那這邊的話就大家吃一下吧 這時候吃到兩個流沙地獄 我們的防禦力降的蠻多的 就要看對手 他等一下自暴吃怪 應該是沒有辦法再用小招K下我們 所以我們等一下 怪力相對的可以完全壓制他的自暴吃怪了 好這時候就可以稍微的 蓄一下氣之後 直接收拾掉這一隻烈咬路沙 最後就剩下一隻沒有防護罩的自暴吃怪 讓我們穩贏的 我們先給他一個十字P吧 自暴吃怪在遇到怪力是有點沒者啊 因為我們出招輸出是蠻快的 好十字P收下 這一場雖然在看到暴力龍的時候有點稍微緊張一下 不然整體來說還是打得蠻穩健的 怪力的強按程度說實在是比修教授將來的強啊 如果以第一隻來講 因為他出招輸出真的是比較快 但修教授將的話如果在最後出現的時候 他的坦度跟他的爆發力 可能會超過我們的怪力啊 所以就看玩家怎麼進行取捨 然後我們這一場的話 是怪力遇到的是聚早怪 聚早怪的話就在我們 河馬獸那邊的時候其實有稍微介紹過啊 怪力在遇到聚早怪的話 相對的就是一定會贏的 除非對手換角 因為我們的十字P出招輸 並不會比聚早怪來的慢上許多 而且最主要的差距就在於 被奉還他本身的傷害量 是絕對比他的泥巴射擊來的高 而且我們就算吃到一個家用水炮也不至於會死掉 大概會傷害到一半左右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對手沒有使用防護罩擋下我們十字P 相對的我們這邊就不要把防護罩全部用完 我們來吃一下專用水炮吧 可以看到傷害量其實還好 那這時候對手十字P一定要擋下這個防護罩了 如果他這邊不擋的話他的聚早怪就要下場了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防護罩可以在抵抗後面的角色 而且順位上是優勢的 可以看到對手使用防護罩把他擋下來了 因為他這邊就很想要一心就是要放出降用水炮了 以他目前的血量我們直接用雙倍風環就可以把他K下去了 聚早怪在大四天盟紀念碑比較尷尬 在於就是他的體質比較弱一點點 好那下一隻去遇到巨精怪 巨精怪的話十字P就一直放吧 能放幾個算幾個 等一下再讓修建老江上來一下練功吧 怪力真的蠻反的 有些玩家會認為為什麼怪力不配暴力拳或者是近身戰這一類的招式 因為十字P他的出招速度雖然威力上次還好 但是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有時候就差那麼一點點時間 你可以看我們剩一滴血 我們又放了一個十字P 這算是最完美的 巨精怪在沒有使用防護罩的情況下 他就已經快噴血快噴完了 所以你是說十字P不好用嗎 是非常好用的 不僅拿來騙防 而且他的出招速度快 在殘血的時候用再打一下 你如果用近身戰的話 你放完就要換腳了 其實相對的就得不償食 然後我們這邊也沒有防護罩了 在吃到對方的一個招式之後 我們的修建老江直接殘血了 而且對手還有一個防護罩 那接下來就比較尷尬囉 好 又是一個卡比獸即將對到巨精怪的戲碼 我們這邊把修建老江的暴裂拳放完之後 對手一定會防著 這時候直接把我們的巨精怪請上來 在雙方都沒有防護罩的情況下 巨精怪在遇到卡比獸的話 對方就有一個選擇 他就是地震 那如果他沒有地震的話 我們就比較穩定了 而且我們這邊出招速度 一定是比他快一點點 因為地震是一個能量很高的招式 至少我們放到一會 等下說明老將上來 還是有辦法用雙背部罩直接把他K下去 來看一下對手的招式吧 他現在唯一贏的方式就只有放出來是地震 才有辦法 如果他放出來蠻力 那他的血量上不足 我們等下就讓巨精老江上來 也是有辦法case他的 欸 結果是逆靈啦 好吧 那邊收工了 代表他的卡比獸有可能是配置逆靈加上泰山阿典 所以可以看到他放出逆靈傷害量 打剛系並不是特別好 他就已經跳了 好 我們收下了這場勝利 那麼我們來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怪力又遇到誰呢 唉唷 是暴力猶化 而且紅色啦 非常好看 這時候遇到暴力猶化就是烈士啦 但是丹尼並不急著換角色 因為換誰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招式是配置龍洗阿 我們現在理想上的話 就是使用一個炎崩打到他 我們就是賺到了 所以丹尼首先先用一個十字P先騙他的防護罩好了 那看一下他到底不會防 欸 騙到防護罩了不錯 那第二下的話我們就採用一個炎崩 就可以收下這隻暴力猶啦 如果對手這時候沒有防的話 我們這邊就賺了 那丹尼認為目前血量上應該是夠吃他的招式 我們這邊不擋 欸 是咬碎啊 唉唷 他被咬碎啊 很奇怪喔 代表他是咬碎跟水炮的 喔 這應該是沒有社群日招式的 因為近期也有看到咬碎跟水炮流的 確實這樣的搭配 有時候可以給對手一個突襲的效果 因為有時候你在拆還是騙房 結果給你一個水炮 你相對就很尷尬了 那這邊他是咬碎 想要騙房 我們沒騙到我們就直接收下他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把風向拉回來 他這邊派出來的是快龍 我們不僅在風向有拉回來 而且防護罩也是優勢啊 算是整體來說風向拉很大 所以可以看到怪力其實在打飛行系的暴力龍 只要你能夠拆對招式 你還是可以打的 我們在十字匹騙到防之後 岩崩K到了基本上是手工 然後對手換上快龍 遇到巨星怪是沒有責的 就看他做一隻是誰啊 他這邊不選擇切腳 所以最後一隻有可能會是薄克基石 所以我們這時候巨星怪一定要把這隻快龍K下去 適時的時候一個防護罩擋下的招式也是OK的 看一下他最後一隻誰 唉唷 最後一隻竟然是巨星怪啊 那我們直接讓這隻修金老將上來吧 按照修金老將的坦路來說 不論是吃到彙星拳或者是地震都可以躺下來 我們這邊就選擇不要擋好了 把防護罩留給巨星怪吧 看一下他的傷害量會如何 應該是彙星拳啦 彙星拳 喔唷 直接打到殘血啊 殘血也是可以啦 因為這時候我們把爆裂拳放出來之後 就可以讓巨星怪上來 我們再處一個防護罩的優勢下 一定可以只要地震 這邊是絕對沒問題的 唉唷 對手也沒有檔喔 那目前防護罩是相同啊 但是我們血量上差很多啊 那這時候能唯一要贏我們方式 就一個方式就是地震 但是不可能啊 我們子彈群就直接把K下去啦 那這時候就直接跳啦 那我們手下最後一場的勝利囉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可以看到修建老將其實蠻強的 他的坦度跟威力都有不錯的水準 但是因為他沒有十字批的緣故 他在出造的速度會比較慢一些 如果對手在有防護罩的情況下 遇到修建老將的話 就比較危險一點點 所以當你在這時候用上的是 怪力跟修建老將的搭配 可以看到怪力在先發的時候 比起修建老將來說好用許多 如果玩家想要玩修建老將的話 建議還是在第二順位使用 這樣的話在壓軸上場的時候 對手的壓力就會很大 會是修建老將在對戰中使用的一個方法 玩家如果有好的修建老將的話 不妨可以鍛鍊看看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囉 往後還有想要知道更多寶可夢相關資訊 歡迎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 或到粉絲團按讚 就會知道更多第一手消息喔 如果玩家希望丹尼必定回覆你的留言 也可以加入丹尼的會員 將會比其他觀眾更快得知丹尼影片的資訊外 而目前也有推出進階的好友會員 加入後玩家可以在Pokemon GO遊戲裡 加入丹尼的遊戲好友 而目前Pokemon GO遊戲好友數量只有200人 因此數量有限就盡情把握囉 你的支持都將會化為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